各位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整個消化管道吸收的部分 湧毛的角色 湧毛的角色是怎樣的呢 這段影片中 希望你能夠掌握到幾個資訊 第一個資訊是很多同學 都搞不清楚的 就是運輸物質管道的性質 究竟有什麼物質會進入微血管 有什麼物質會進入乳味管 要解釋清楚 第二件事就是 上皮細胞的作用 是幫助你重組脂質 然後再進入乳味管 這個概念應該都會講一講 而第三個概念 其實在上皮細胞裏 如果從Monocular Level 我們會觀察到 在顯微鏡下 觀察到整個上皮細胞裏 其實有大量的閃粒體 為什麼要有這麼大量的閃粒體呢 原因當然是幫助你去吸收 如何養成光呢 待會再講一下 好了 首先我們完成第一拍 整個湧毛的構造是怎樣的呢 首先有一層很薄的上皮細胞 其實就是縮短了擴散的距離 第二件事 你看到紅色的血管 其實就是微血管 而微血管 其實主要是幫助你去吸收 已消化的食物分子 但是那些分子的性質是怎樣的呢 一 其實呢 盡量都是水溶性 第二件事都是有簡單的物質 例如我給大家一些例子 例如 水溶性的分子的話 維他命B和維他命C是水溶性的 所以它會吸收 然後進入微血管 礦物質 例如那些CA二症 鈣離子的話 會溶在水的 任何的離子都溶在水的 所以它就會進入微血管 好了 安基酸是一些簡單的分子 所以它都是會進入微血管 好了 蜜牙糖溶在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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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它是雙糖來的 所以呢 它一定要經過消化 形成了葡糖之後 形成了簡單的分子 才能夠有效地進入微血管 然後靜蜜 回回心臟 然後將這些的養份 奔向全身 好了 第一條管我們就搞定了 而第二條管叫乳微管 乳微管呢 它其實是運輸什麼呢 運輸脂質的 以及運送一些脂溶性的分子 例如維他命A 或者維他命DOT 但很多時候 很多同學生誤解了 就是 金油和脂肪酸會運輸的 其實是不會的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我將其中一個上皮細胞 放大了的情況去看 首先幫大家溫解 上皮細胞其實做的是什麼呢 外面其實有很多已消化的食物分子 例如我現在用紅筆顯示 我當這個食物分子 我現在用藍筆顯示的食物分子 如果我當紅色的波仔 是這個金油的話 首先要進入上皮細胞 進入上皮細胞之後 上皮細胞就會把金油和脂肪酸 重組形成脂質 然後再進入乳尾管 所以你要弄清楚 上皮細胞是在做什麼 是在做一個重組的角色 所以在乳尾管裡 我們是找不到金油 也找不到脂肪酸 這個概念大家要重視 而去到下面 在上皮細胞裡 其實我們找到大量的線粒體 在呼吸作用裡面 是會調整構造的 而呼吸作用的作用 在線粒體的範疇裡面 其實就是多大量的線粒體 所以呼吸作用的次數就會多了 而就會產生多了能量 幫助你進行主導轉運 簡單來說其實是幫助你吸收 除了線粒體 除了線粒體多 還有什麼途徑幫助你吸收 就是你看到上皮細胞 在上皮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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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其實有很多 很多的眉絨毛 眉絨毛 那在上皮細胞 下皮細胞 在上皮細胞 究竟有什麽重要性呢? 提醒大家一件事 什麽叫做重要性呢? 很多時候我們回答心物學的問題 都會看到這個字眼 其實這個重要性 即是問他擔當什麽角色 或者有什麽功能 提一提大家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大家去理解 整個管道的性質 上皮細胞的重組 上皮細胞有大量線粒體 還有眉絨毛的重要性 希望今天的分享幫到大家 拜拜